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缺爱的孩子 好痛啊 我有十个不同的风筝 你可以选三个 借你回去玩 三个 没错 三个 是汤泡吗 快救救奶奶 奶奶 我扶你起来 来 奶奶小心点 奶奶 发生什么事了 人子 怎么变成这样 家里糟小童了 糟小童 那小童理气大 我拦不住她 奶奶 您别伤心了 我去看看 走开 太可恶了 小栗子 来 奶奶 伤口疼不疼啊 伤口不打紧 我是心痛啊 大人 您知道小偷是谁吗 以现场迹象来看 小偷应该是个孩子 对 那个小偷啊 就是个孩子 没错 孩子 大厅弄乱了 之前的东西却没带走 他偷的是汤包的房间 对 他专偷我的东西 那小偷到底偷了你什么东西啊 我的房间呢 几乎都被搬空了 汤包 那个小偷偷走了我的宝贝啊 什么宝贝啊 就是我专门放金子的那个宝贝 包包啊 你把金子全放在包包里 我所有的宝贝都放在那个包包里 真是太可恶了 连奶奶的金子也全都偷了去 金子是小 重要的是爷爷的画像不能丢啊 我抓着小偷要他还我 但他捶我打我 还把我推倒到院子里 然后跑了 一个孩子怎么会这么坏啊 这片大地真美啊 空气真香啊 这不是李子爹吗 李子爹你好啊 慕容大人啊 来来来 帮忙抓小偷 小偷猖獗 请大家注意门户 一起留心抓小偷 帮汤包奶奶找回他的宝贝包包 又有小偷啊 哎 汤包奶奶被偷了 真糟糕 哎 哎 想什么呢 啊 想什么 让你帮个忙 嗯 看你心不在焉的 要是烫着了怎么办啊 我在想 我在想那个奇怪的小偷 感觉好可怕 他把汤包奶奶伤成那个样子 是很可怕的 他把汤包的宝贝都偷光了 如果是我被偷 不行不行 绝对不可以 哎呀 我看你是被吓着了 别担心 这一阵子啊 咱们多小心门户 不会有事情的 娘 在小偷被抓到之前 你别出门好吗 嗯 你一定要帮我 好好守住我的宝贝啊 我不出门买菜 你们吃什么呢 怎么办 到底该怎么办 好了好了 别在这走来走去的 大补汤熬好了 我得赶紧把汤送去给汤包奶奶呢 啊 你马上就要出门了 真是一团乱啊 我的房间就像糟了小偷 到底该怎么收拾 才不会被小偷偷呢 有了 小栗子啊 有什么啊 就这样 小栗子啊 你在干什么 这样子啊 被你弄得越来越乱了 嗯 就是要弄得越乱越好 比糟了小偷还要乱 哎 好像有道理哦 嘿 让小偷以为这里已经被偷过了 对了 就是您说的这个道理 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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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房间啊弄得这么乱啊 我看一定会被你娘骂的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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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里啊这么干净整齐 你娘一定很满意 你要一直保持这样 那就好了 问题是 到底该怎么防小偷吗 没办法 在抓到小偷以前 大家都得小心点 那如果一辈子都抓不到小偷 难道就要这样难过一辈子啊 小偷真是讨人业 奶奶 还好喝吗 好喝好喝 你熬了大补汤来 这我怎么敢当呢 奶奶 汤好喝 怎么反倒让你伤心起来了呢 我 我实在是好担心爷爷的画像 找不回来啊 奶奶你放心 现在全村的人都在帮你找 我相信很快就会找到的 是这样吗 我会有那么幸运吗 嗯 嗯 方丈 遗失了哪些贵重的东西啊 只遗失了几本书 方丈确定小偷只偷了几本书 听他说是书贼耶 好奇怪的小偷啊 他真的只偷了几本书 可能是个孩子 偷书的孩子也许不是个坏孩子 那这个小偷跟偷我家的是同一人吗 嗯 这需要再确认 太可恶了 连帮帐的书他也敢偷 听说是小小偷 是同一人吗 怎么办 如果这小偷真是个孩子 我想他肯定有什么难言之隐呢 我明白 这件事我会小心处理的 好 好 谢谢你 谢谢 很简单 每次一锅水 就把这一包药放进去 煮滚了 小火续熬两个时辰就可以了 知道了 汤包奶奶 哎呦 家里这么热闹啊 方丈很大人来了 汤包奶奶 您别起来 坐着啊 坐着就好 谢谢 小偷已经抓到了 抓到了 太好了 真的找到了 真的找到了 可恶的小偷抓到了 总算可以安心了 是个没父没母的孤儿 靠偷长大 因为他想偷偷还画像给奶奶 才被村民抓到了 小偷还会想还东西啊 对了 那他呢 还有我的东西呢 都在衙门里呢 耶耶耶耶耶耶耶 那官府准备怎么处置那个孩子呢 其实啊 这孩子不坏 咱们应该给他一个 长大成人的机会 是啊 看看这孩子缺什么 咱们就给他什么 关爱他 他就不会再偷了 对对对 不行 他是小偷 对 小偷很可恶 孩子 你们什么都有了 是因为父母全给了你们 哦 也是了 这孩子他缺乏爱 咱们就给他爱 难道要我们爱小偷 唯有付出爱 才能填满爱 对 那孩子要了大家爱他 一切不缺 他能够改过自新 就不用当小偷了 奶奶 奶奶说的对 方丈说的对